我們在日前事實上也有透過新聞還有臉書裡面去發布 可以到我們一個平台裡面 然後來去趕快去做相關商的一個登記 那以目前收割商的一個範圍主要還是在高頻地區為主 因為天氣商的關係和維度商的關係還不會一致往北 所以這部分我們希望能夠來給予相關商的協助 到平台上來去做登記 然後來做相關商的一個調動 那至於部分已經有如果有發芽的可能性的話 剛剛也有說過就是已經有新的一個相關的這個受害股的相關商的一個收割商的辦法 那這部分也會來盡量彌補這個農友商的順次